2003年7月 市值高达800多亿美金的互联网巨头eBay 先后花了1.5亿美金 完成了对于当时中国最大个人交易网站 一去的收购 就在同一时间 马云推出了淘宝网 并宣布三年领收费员费 一场真海巨星 与长江恶语的血战开始 我知道创建淘宝前后 有许多很有趣的事情 但我都是听到一些传门 我还是想向你这个第一当事人求证 在全世界范围的公司里面 有两家公司是惊人相似 就是阿里巴巴和eBay是惊人相似 只不过我们是专注在中小型企业 他们专注在个人电子上 但他肯定没发现我们 我们发现了他 所以我跟孙政一谈了 他觉得我说我们搞事件 就挑了六七个年轻人 我是随意挑的 我还听说有些人刚刚来了 没半年的时间 我说这小伙子好像工作挺不错 那个你可以从人的脸色上 看得出他的工作勤奋和人的货 这五六个人交来以后 我们做了个测试 我们CFO COO 然后我们的几个人 做人事副总裁 坐在办公室 叫一个人进来 叶蓉进来以后 我们说叶蓉从来没看到 哇这么多人存在里面 吓了一大跳 公司高层全在 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要派你去 做一件事情 要离开杭州 离开公司 你不能告诉你男朋友 也不能告诉你爸爸妈妈 做什么去 但是你要离开 这公司你愿意做这个项目 然后看了我一个人 他说我愿意 如果我说你不愿意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 不愿意就可以离开走了 他说愿意 好 那么我说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不能告诉你 做什么 这是一份合同 全是英文的 如果你签下自己以后 时间是十个月以内 你不能露出一点点魂 这个合同上面 没有任何好处 只有坏处 你现在签了合同 就意味着离开 我们这家公司 你要加入这家新的公司 这些公司你还不能知道 也不能告诉别人 你签下来 我们才可能告诉你 干什么 看他前面去 全是英文的 这些看了以后 他们这些人 他们签下来 可是为什么你们要搞得这么深 没有原因 我们不想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感觉是如果这么 我们匆匆忙忙的说 我们进了任何东西 所以有的事情是你先叫板 有些不能叫板 你要叫板的时候 你已经有实力 你会发现很多人 在少林寺下面 大少林寺 这个都是下板 但是要一到你门口 要叫板的时候 基本上我已经知道 我一定打败你 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敢叫 说今后你不用叫 你到门口一站 人家就知道你慌了 慌了你了 你也是好是说好 又是十号那一天 说好我们要 这个 推出这个产品 但没人知道 就我们七八个人知道 我在家里面倒了一杯酒 通宗说保佑淘宝一路顺风 然后我们出来的 5月10号每天晚上的第一句话就是 纪念在非典时期心情工作的人们 这是我们这个这个 因为这一天只有淘宝人知道 全公司被隔离 而他们是仍旧在外面 每天还在日夜 到一两点钟在干活的一帮人 所以为了上去以后 我们总共七八个人 要凑产品 卖的产品是 每个人必须在家里找出四件产品 我是翻箱倒规 我们家没东西啊 总共找了二十四件 二十七个人 每家四十八 二十八件东西 凑了出那个三十件 然后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 大家自己这份进来 这份去 就这么搞起来 总共第一天是三十 到今天有一千三百多万件产品 当天第一天上就有三十件 而且三十件不是我们员工 自己口袋里 从家里面挂上去的 我是把我的手表都放上去了 然后到了六月份 七月份 到六月份的时候 突然在公司的 我们阿里巴巴内网上 有一篇文章出来说 请公司高层观 高度注意 有一家公司 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对手 他说我们公司里面 在外面所有人说我们对手的时候 我们都在看 是不是我们的对手 员工 我都不相信我们的预防 我们的员工都不相信 他说我不相信 说这个是我们对手 那个是我们对手 基本上称我们对手的 这几年都死掉了 很难模仿我们 但是员工写出这类封信的时候 让说我们关注这家公司 非常小 叫淘宝网 这家公司很小 但是他很威力 他的想法很极特 而且他的构思 跟我们特想 所以请公司高度注意 然后很多公司同时开始跟贴 然后有人说我们的IPT 只测试这家公司 就在杭州 你知道很多次 然后大家在讨论 我们又不能说 那帮人也不能说 那帮人能看得到内网 我们也在看 宣布那天 阿里巴巴人不知道 淘宝是我们 我们一宣布 淘宝是我们秘密 做的产品 整个公司那天 就换 就因为等于是 终于发现这个炸弹 不是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过来 然后大家好来 一路往前走 这一个公司的员工 很明白 谁是你的对手 因为我们从客户上面 闻得出气 从市场 你的手法是一样 就像EB第一年 没有把我们当对手 他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是对手 像他 阿里巴巴 我不听都没听说过 这么古怪的一个名字 再说淘宝 两个中国人都明白 老外子不明白淘宝 是什么意思的 对吧 然后当时我们名字 不叫淘宝 我们当时取的名字 叫阿里巴巴 真的是很多时间 你做了一切的准备工作 就为了一次 三百号的一次成功 有一个比喻 不知道听不清楚 你看这个 EB花了几千万 买下一句 就像一个国际巨头 他买下一家饭店 在一个非常好的室口 正准备 因为我占据的天使者